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今天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影片的话 就会发现王瑞瑶手上拿了一个好奇怪的东西 看起来很熟悉 可是又觉得很陌生 因为如果从背面看 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马卡龙 可是如果从正面看 就会发现马卡龙有一个村 春来了春到了迎春接福了 虽然年已经过了 可是大家呢在生活周周还是希望能够喜气洋洋 所以今天呢节目现场邀请了一对非常有趣的夫妻 他还带着他可爱的女儿 雷亚雷亚哈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法国人首座的老板跟老板娘 Chris Chris and 糟糕了我怎么喉咙沙哑了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Chris和Elsa 冰雪奇缘的女主角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们先让谁先打招呼呢 谁 嗨 嗨 嗨 你在这里跟小孩子打招呼 他现在还很还很紧张的两个眼睛飘飘亮亮瞪着我 他等一下会唱歌哦 如果等一下我们弄熟的话 混熟的话 好 我们先请Chris打招呼 你好 Chris你要搭神给Chris是法国人哦 哈哈 莫叔你好 他用法文打招呼 Elsa 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来介绍这家只有网路上可以买得到的法国人手座 很有趣我的朋友都有一大堆爱吃鬼了爱吃鬼的朋友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分享给我 我那天呢吃了法国人手座的棒蛋糕对不对 登登登登拿出来 然后呢保师傅呢 呃默默的把所有的把所有的马嘎红都吃完 然后呢我才发现哎奇怪这家甜点好好吃哦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Sabrina Sabrina说呢他也是你们的爱用者跟常客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异国之恋的故事来给大家聊聊法国人手座 呃Elsa 是 呃谈一下你老公 他如果要自己聊他就讲法文你就翻译给大家听 嗯 他讲法文我可能翻译不了我可能要请他讲英文 英文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是用英文谈恋爱哦 呃对对一开始他其实英文也不行 他只会讲yes跟no yes跟no就可以把你娶回家了 但是他就是后来还还蛮努力就是学 然后他就说他前面两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头很痛 因为就是我一直在讲然后他 你讲英文还讲中文 我讲英文 讲英文 对 你们在哪里认识啊 我们是在朋友的婚礼上面 在台湾吗 在台湾我们的共同朋友 啊 所以等于是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脉络离一下 所以Chris本来就在台湾工作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啊他本来在法国工作 他本来在法国工作 对 然后来到台湾参加朋友的婚礼 对 然后认识你 然后开始学英文 两个人开始谈恋爱 是这样讲法吗 算算可以算 就是蛮有缘分 就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 我们两个分别从上海跟法国 飞来参加婚礼 哦 你也不在台湾啊 我也不在台湾 啊我可以知道你的朋友是谁啊 怎么面子这么大 可以让这个全 就是散居在全球各地的朋友 跑来参加婚礼啊 刚好是我 我跟他的高中同学 他们我们两个高中同学结婚 你的高中同学好奇怪哦 你高中同学又有法国朋友 又有台湾朋友呢 啊我高中同学是台湾人 然后他高中同学是 就是法国人 然后他们两个人是在澳洲认识 所以他们也是 你看我弄错了 等于是一个是女方的朋友 一个是男方的朋友 对不对 对 所以两个人又递结 你们等于是在他的婚礼现场 又递结良缘 我好想要把雷尔拍进去哦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瞧我的这个 在YouTube上上传的这个影片的角度 那所以等于是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甜点师傅吗 他本来是办公室 他是经理 然后他是完全 他可能连尖 顶多尖个蛋吧 就是如果有任何厨艺的部分 真的还假的 我以为他是专业甜点师傅耶 所以他其实还还蛮努力 因为他就是为了要在亚洲 因为那时候 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吧 然后我有跟他说 我没有办法就是到法国去 因为女生嘛 比较含蓄 那他就说那他要来 那他到了亚洲之后 他观察了一下亚洲的市场 然后包括因为法国人 他们饮食的习惯 甜点跟他们的主食 其实是一样重要 他们每一餐 应该说重要 比如说午餐或晚餐 他们就是用甜点结束 他们就说finish 然后他发现 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他开始去找 他的家乡味 他找不到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 所以他就 一开始他很天真 他们很喜欢吃马卡龙 他们觉得马卡龙是很重要的 在他们的生活 或是在他们的法国文化里面 但是我们很喜欢做马卡龙 但是他做不出那个 他比较道地的味道 他说 他就是两片小饼干夹在一起 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困难 他说那我要自己做自己吃 他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开始是想要做给自己吃 在上海怀念他的家乡味 他想的太简单了 马卡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甜点 不是吗 你问他 马卡龙是不是难度很高的甜点 is it difficult to make macarons yeah it's quite difficult because it's really sensitive to humidity and also have many kind of macarons it's not really easy to it's easy to it's fragile easy to break easy to split and if you want to make more strong maybe you lose the flavor of the taste so it's not really easy 就是就马卡龙来讲 因为他是一个很怕潮湿的甜点 那偏偏亚洲特别潮湿 那如果你要让他维持比较好的脆度 你可能又会失去他的风味 可能会加了比较多的糖 就是所有的环节扣在一起 让他变成一个 就是在亚洲非常难做出跟法国相同口味要有酥软棉 三种口感 就是在疫苗发生的这个细致度 所以他 酥软棉 就咬下一口 要先酥 然后软 最后是化在嘴巴里面 酥软棉 听众朋友知道macarons macarons的标准就是酥软棉了吗 知道吗 在吃一个macarons的时候 我现在 我的镜头对着Lea 他不敢动 他也不敢吃他的macarons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因为我想要让Chris来聊 有关于如何克服macarons的一些问题 因为他的macarons是很多人吃 吃了之后是觉得目前为止 台湾最好吃的macarons之一 尤其是很多蚂蚁 很多甜点控 都这样子形容Chris 他们家法国人手做的macarons 休息一下再回来 没有你可以吃了啦 没有你好紧张哦 阿姨说你可以吃 你可以吃吧 对啊你可以吃啊你可以吃啊 爸爸做的东西你可以吃 乖乖不紧张 等一下你就要唱歌哦 阿姨说你可以吃 他什么歌都唱 他会唱蔡依琳的啊 他会唱蔡依琳的啊 蔡依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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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很多的耳歌 不要这么高哦 不要这么高音哦 他很喜欢唱蔡依琳的啊 不会 还有很多耳歌 他现在已经那个了 萧敬腾跟 太强了吧 好 第二段了 第二段了 好不紧张 七分钟准备来了 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跟大家聊聊 现在被蚂蚁封为全台湾最好吃的 macarhon之一的法国人首座 老板跟老板娘 还有她可爱的女儿在我们节目现场哦 我要问一下 Elsa 你们的这个店名要怎么念啊 这是法文吗 George 他的姓叫做George 怎么念 How to read your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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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这个写出来的是G-E-O-R-G 这其实不是英文哈 这不是乔治哈 对不对 其实不是乔治 所以是George George George 然后可能有些英文哈 他有一点德国混血 就是他爷爷那里 所以他们的姓是比较偏德国叫George 而且他那个Pris Pris应该是缩写吧 对 他的Pris应该是很长很长很长的那一种 对不对 你就是比较短的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是 Kristof Kristof 但是法文是叫Kristof Ki Ki 好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Kristof Kristof Kristof如何克服马卡宏的故事 所以很显然 Grease是半路出家 而且呢一开始在上海的时候 是想为了做出安抚自己 对不对 每餐饭后 要做出他自己要吃的甜点 那可是做很久吗 很难吗 他差不多闭关两年在上海 闭关两年 为了马卡宏 他大概丢了大概应该有万颗的马卡宏 为了要做出就是真正道地 但是不加任何添加剂跟玉瓣粉的马卡宏 你为什么那么任性呢 Why are you so insist? I don't like to give up so just when I have something in my mind just keep until I complete 他就是他不喜欢放弃 但是这个我必须要讲说 他这个处女座有时候 就是有点吃苦头在他旁边 可是我有疑问耶 因为我去过上海蛮多次的 上海也有很多法国人开的店 在上海要买马卡宏 并不难 不是吗 就是它就是不容易购买马卡宏 在上海 quite a lot of things 你可能可以找到都在那里 但后来就是 可能是更难找到好的马卡宏 但是仍然有些队 就是5年代 所以现在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就没有到那里 那時候我去那時候我沒有 很好吃,我們法國人一口氣吃十顆 他都覺得我們不認識馬卡宏 他覺得東方人看到馬卡宏就說,哎呀好甜喔 是不是? 對不對,我們的反應就這樣 然後要不然就是咬下去,哎呦怎麼碎了 是不是?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整整花了兩年,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 他有一隻好可愛的小兔子喔,借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你們有好可愛的小兔子喔 這是法國兔喔 對啊,這是法國兔兔,好可愛喔 因為他們就是小朋友要獨立,他們就是小時候就要自己睡 然後他們就準備一隻叫嘟嘟 嘟嘟 嘟嘟 就是他們安撫,大家都叫嘟嘟嗎? 大家都叫嘟嘟 然後他就 法國人的小朋友要獨立的時候都有一個朋友叫嘟嘟 對 而且一定是兔子 可以吃不同的東西,動物啊,或者是什麼獅子啊 好可愛喔,嘟嘟 他就會陪他的好朋友 好,所以他那個時候等於是還是 在上海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馬卡龍 然後所以就自己動手做 可是這個動手做的過程是兩年喔 那請問一下,Elsa,你怎麼沒有變胖呢? 我大概可能到下輩子才會再吃馬卡龍 真的還假的 如果沒有需要 沒有應該說那時候他為了要吃這個馬卡龍 他就是,他有先飛回去法國 學了一個多月 就專門找一個冠軍 先把這個基本功學好 然後他就想說,喔好,我學好了 我做了一個樣子 應該我再調整一下,不難 所以他飛回來,他開始做 發現,哇天啊 就是這個濕度,這個杏仁粉 然後這個內餡 就是完完全全都不一樣 我想要問一下Chris 最大的困難應該是天氣吧? The most difficult is the weather 環境吧 Environment Yes, the environment is really humidity and really wet especially in Taiwan 太濕了 and so this is really difficult So the easy answer is to add more sugar to make the paste more 要讓他更強壯 對抗這個濕度的話 就是加多一點糖 Yes, and if you see most of maybe the famous French brand they export the Macon and they import in Asia they rarely make here 就是像真的比較道地的馬卡龍 有名的大師 基本上他們都是空運過來 很少是在當地生產的 就是以馬卡龍這個品項來講 Yes, so this is a and really difficulties to make with the same quality and taste 一樣的這個 一樣的這個level要做到跟法國這樣子 就是要在亞洲是很難 那時候我們曾經參加了一個比賽 就他 就說他有一個蠻有名的這個烤箱 叫Gagano 就是一個品牌 然後他們辦了一個素人的 一定要是素人甜點吃 在上海 那他 然後他就是被選中了 那他就有機會參加一個大師的這個甜點課 跟大師面前世界有名的 叫Michelle 然後他就有問他說 我要怎麼能在亞洲做出馬卡龍 他說你放棄吧 你做不出來 你放棄吧 你做不出來 Michelle 非常非常直接 非常非常直接的建議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可是事實上他是做出來了 哈 我們要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這個女兒在爸爸的懷裡好easy喔 我想要給大家拍給他看 你真的可以吃 阿姨說你可以吃你吃 對啊 他每天吃 沒有問題 然後還有他都在爸爸身上是不是 他都在媽媽身上 他都可以 來 來 好準備來了 後面三段了 來 3 2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在網購 非常有名的法國人手作的Chris 還有Elsa 還有他的女兒Laya 來我們超級美食家 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的影片哈 一邊在採訪 一邊都盯著他女兒 什麼時候咬下第一口 我希望能夠記錄他女兒咬下第一口 馬卡紅的影像 給大家看一下 再教我唸一次店名 你怎麼唸 Giorg Patisserie Giorg Patisserie Giorg Patisserie Patisserie就是法文 就是跟甜點相關 那Giorg就是說如果你對你自己的產品 你是很有信心 Giorg 有一點我常常在開玩笑跟我朋友說 像是什麼王記肉粽啊 就是之類的這樣子 會放上自己的名字 就覺得很驕傲對不對 手工作 手工作 好我們來聊一下 剛剛其實聊是在上海今年 其實在上海的時候就開始做生意了嗎 那時候沒有 就是自己吃 他只是想要先把它做好 花了兩年的時間 丟了上萬顆 數萬顆吧 我想不是上萬 丟了數萬顆的馬卡紅 然後他跟著你回到了台灣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 就決定要以甜點為業嗎 應該是說那個時候 因為在上海 他不停的做 然後一開始我幫他記錄 到最後我都已經沒有辦法再拍 因為每天都在重複一樣的事情 有時候十個小時 有時候他一失敗 他馬上半夜1點2點3點 他還是重做 因為他要知道他錯在哪裡 他想要以甜點為業嗎 在那個時候 他也沒有 他就是想把它做出來 但他沒有想到這麼難 你說就是處女座 就我覺得對 就是處女座的一點點小小的尖 是是是 是不是 然後包括他的 因為內餡他 他要用純水果做 那因為如果內餡很濕的話 他很容易影響到那個渴 的這個脆度 所以他在所有的這個過程 包括他的這個天然的內餡 他可能 檸檬草莓 然後他這個濕度不一樣 所以這個馬卡龍是殼做好之後 殼已經很困難 那內餡調好 把它夾在裡面 他透過這個內餡 讓這個兩殼的這個中間 把它濕潤 但是留住外殼的脆度 所以在咬下去的時候 才可以在這麼小的個體裡面 有非常精細的這個口感 那因為他每個水果都不太一樣的這個時間 他有時候 有時候是要等12小時 有時候14 有時候18 有時候24 所以果泥也要自己做 現成的不是很多嗎 他就是找那個天然的法國的這個果泥 然後他自己在做他的 對他的調配 等一下他有事要跟你說 嗯 你要說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可以吃 你可以吃嗎 你吃吧 放輕鬆 不要緊張 吃吧 我餵你阿媽 我餵你阿媽 嗯 原來是媽媽餵才敢吃喔 天啊 這是爸爸的東西耶 這不是我的東西 爸爸的東西你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啊 怎麼吃就怎麼吃 好 所以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 最後 怎麼樣最後 要以節點為事業呢 我聽眾朋友如果有追上YouTube 可以看到 他的麥卡紅 我們可以看到Chris的麥卡紅 對啊 啊濕度環境其實都一樣嗎 跟上海一樣嗎 所以他又重新了一段時間 但那時候在上海實在花太久 所以他還蠻快就調整過來 就在台灣的時候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那時候我做了很多的紀錄嘛 然後就朋友都有很有興趣 想要吃 就說想要買想要買 但他覺得那個時候他 還沒有決定要在台灣 沒有好的設備 所以他不成熟對不對 對 所以他就說那我們帶回來請他們吃 那朋友吃了之後 他們就欸 覺得喔真的不太一樣 然後就還蠻驚喜 那是因為我們就是生了女兒以後 他覺得台灣的環境就是在養育方面 他還是覺得他比較放心 任何醫療啊什麼 所以他就覺得我們還是留在這裡 那因為大家在這發現啊 你要留在這裡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又 接到了一個這個主播婚禮的邀約 就請他幫忙做甜點 是誰啊 主播婚禮是誰 可以講嗎 不曉得他 很有名嗎 很有名 在電視台 就是對 就是他那時候有私底下來找我們 那就是你們的朋友啦 對 然後他他就說喔好 那就趕快幫忙 那那時候大家就發現喔 原來他已經可以可以做甜點 然後就有點算是順水推舟 他就他就決定開始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中途也有 對也回了法國好幾次 就是不斷的進修 那包括他自己 也 我記得他那時候大概把所有 所有YouTube的影片 都看完 上千支都看完 然後他可以看到就是他 他請我帶他去所有台灣的書店 他可以把書打開 他看不懂字 可是他只要看數字 他就可以跟我說那是什麼 對 過錯是不是 是他可以跟我說喔 這個是麵粉 這個是奶油 他想來找這一些 就是 就是所有的他能 在很短的時間內 然後 變得比較沉氣候的一些方法 我其實啊 剛剛呢 Elsa在講話 鏡頭都沒有對的Elsa 鏡頭就是對她的 她的女兒呢 就在這裡默默默默 你知道吃起了她爸爸 所做的麦卡紅 我可以知道她女兒吃的這個 就是 春對不對 等一下 春 春到了 春來了的麦卡紅 是什麼口味 因為我看到一半是白的 一半是紅的 什麼口味 我剛剛看他一口塞下去 有 我就看他吃得很開心 這個是杏桃加百香果的雙口味 這是Quiz他自己自創的 杏桃加百香果 南法的小杏桃 那是我的了啦 等一下 一直在看你知道 剛剛這個 南法的口味 這是我的 因為這裡面只有兩個 這個口味 所以這是我的了 好 你要再吃我再給你別的口味 來聊一下 麦卡紅的口味 因為呢 剛剛呢 我剛剛聽到 Elsa說 你的老公 Chris 一天可以吃 十幾個 他們一口氣可以吃十顆 一口氣可以吃十顆 一口氣可以吃十顆 他們很能吃甜 然後他們是男女老幼 她發現 在法國是五十五十 但在台灣可能是二十八十 甚至是十個跟九十男女的比例 什麼叫五十五十九十八十 我要聽不聽不 非常常 甚至她沒有相信我 所以我們去朋友 她問我朋友 我父母 他們都可以吃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技能 就是一口氣吃十顆 然後我不相信 這是一個技能 回到法國 然後他們所有 真的爺爺奶奶 他們就表演給我看 說可以可以 我們就這樣吃 真的還假的 聽眾朋友 王若瑤本來沒有打算 要拆開馬卡轟 有些聽說呢 這裡有一隻螞蟻 而且這隻螞蟻是公的 就是她老公 居然一天呢 一口氣可以吃十幾顆 馬卡轟 我真的太好奇了 我想要吃一下 法國人手做馬卡轟 因為我講 上次呢 有人送到我們家裡來 結果呢 默默的我發現 馬卡轟不見了 我問寶師傅 馬卡轟呢 寶師傅 他說他一個人全吃完了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雷亞 雷亞你看我打開這個 好高興 你知道嗎 他看我拿的這個要打開 他好高興 他好高興 我發現他的那個 你看他的表情 他剛才沒有那麼嗨 看我要打開來要吃 他好高興 因為他又可以吃第二顆了 好 來 直接開始 好 好 準備來了 3 2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雖然過完了年 每天都還要吃甜甜啦 吃甜甜才會感到開心 今天邀請到的是法國人手做的老闆跟老闆娘 還有他的小女兒 Chris跟Elsa 還有雷亞 來給大家介紹 這位法國帥哥 跟著他的美女老婆 還有可愛的女兒 一起用甜點 在台灣打拼的故事 剛剛呢 我看到了雷亞 終於把南法的杏桃口味 你知道很腼腆的 把這個春的麦卡紅吃完 吃完之後呢 我要聽到了Chris說 他一口氣可以吃十幾個 我實在不相信 我自己其實對於麦卡紅 也是既愛且怕 講一下對麦卡紅的感覺啦 就比如說就像Chris所講的 他很容易表面就潰散了 因為潮濕了 然後他有可能為了要讓表面的這個硬酥殼 大家知道麦卡紅很像三明治 兩片中間夾一個甜線 然後他有可能為了要堅強他的酥殼 變得很甜 然後所以呢 每次在吃到麦卡紅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要準備好一杯黑咖啡 才有勇氣吃 可是關鍵是剛剛我看到雷亞 雷亞是 噢噢噢噢噢噢噢就把它吃完了 所以我現在忍不住 我也打開來了一盒 打開來一盒之後 我要讓Chris來告訴我 這些到底是什麼口味 因為我發現他很會做雙色 兩個顏色喔 兩個顏色喔 Chris幫我們介紹 Which flavor So Most of we have a fruit flavor 那部分都是水果 因為台灣人怕甜 所以他就會 水果有帶一些酸度 可以平衡一下他的甜味 因為馬口他還是蠻甜 他本身 他就一定的甜度 所以他們是說 一定是要配一杯 瑞亞姐講的是非常正確 配一杯無糖的咖啡或是茶 然後小口 慢慢的品嘗他這個所有的層次 可是我剛剛看沒有小口啊 那要大概只有四口就把它吃完 他嘴巴好小欸 因為他太可能就是有機會他就大口 這是螞蟻 對他是螞蟻 等一下我想打叉齁 就等於是在台灣做的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 可是如果是在法國是什麼口味 可是如果是在法國是什麼口味 In France maybe we have more some heavy flavor maybe chocolate more some pistachio nuts 堅果也可以被接受 然後巧克力 咖啡 咖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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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the weather is not the same in France 所以我只會做一些比較明顯 因為台灣也會比較熱 因為它也會比較熱 因為台灣也會比較熱 所以他們能接受比較厚重的 那但是他慢慢 就是說台灣很多朋友 他已經吃習慣他馬卡宏 大概習慣這樣的一個甜度以後 他其實常常也會做一些比較限定 就聖誕節 他會出一些黑巧克力 慢慢的讓台灣人也能嘗試看看 哦 除了這個水果帶一點酸 能不能再往上 試試看其他的 我現在慘了 我現在把這盒馬卡宏交給Laya的手裡 他在點有幾個 我等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偷一個回來吃 我有一點擔心 那我想要問一下 Chris 就是 像馬卡宏外面外殼的顏色跟內餡的顏色 有一些配搭的準則嗎 還是只有就視覺美麗而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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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K's is the shell is the same as almond cookie and just in few recipes with the nuts, maybe pistachio, you can replace the almond by pistachio pistachio flour, pistachio powder, sorry or some walnut something that just has a nut, but most of the time it's just some color because it's for to decorate 像這個馬卡龍,他們其實只要用這個杏仁做的,像杏仁餅乾的,他們都可以稱為馬卡龍 其實不是只有長這樣,那這樣的就是彩色的馬卡龍是後面幾年在巴黎非常的蜂巢 那他們就是一定要有這種漂亮的顏色,那基本都是用這個杏仁殼,杏仁做成的杏仁殼 杏仁粉的杏仁殼,對杏仁粉,然後再搭配不一樣的顏色,所以它跟內餡 有一些比如說你做開心果,你可以放一些開心果的這個粉 那或者是巧克力,你可以放些巧克力粉 那其他大部分就是你比較是視覺讓它這個很繽紛,然後他們說很sexy 就是你看了你會很想要靠近它,很想要吃 真的還假的,這麼繽紛的馬卡龍不是傳統的馬卡龍 那以前傳統馬卡龍是什麼顏色,他小的時候吃的馬卡龍是什麼顏色 就叫做這個傳統馬卡龍 哦,它是就是銀色,它會有一點點像色,對不對 好,那我想要問,像這些顏色都是來自天然嗎?你看又在點了,雷亞又在點有幾個了? 好,就是這個顏色是從粉,你用了一些粉 所以,我用了一些粉,所以我用了一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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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說他用的這個是美國進口的一些食用色素 嗯,加一點點顏色 好,那我現在我要吃了,可是我要讓Kris告訴我什麼口味 對,從綠色的這個開始介紹 對,從綠色的這個開始介紹 對,這兩個都是非常受喜愛的杏桃加百香果的雙口味 杏桃加百香果,就是剛才雷亞吃的嗎? 對 杏桃加百香果,好,我等一下要跟你吃一樣 再來中間這個紫色 所以,這一個是檸檬 這是萊姆,就是用這個黃色的進口這個萊姆做的 嗯,好,再來 這一個是檸檬 這一個是檸檬 這兩個都是那個複盆莓 哦,複盆莓,是檸檬 他說的檸檬也有,但是在這個另外一點 好,然後呢,如果我現在要吃 那我想知道Cris 誒,我說我要吃的時候 為什麼,為什麼雷亞你的反應這麼大呢? 眼睛瞪大大給我 這裡還有一盒啦 你不用緊張,這個分我吃一顆好不好 可不可以給阿姨吃一顆 我可不可以吃南法口味 我可不可以吃這個 我可不可以拿這個給阿姨 可以好,唉唷,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好大方喔 你不要再看著我的馬卡紅喔 我一定要吃,你知道,就比如說 因為呢,一口氣 可以吃十幾個馬卡紅 這個應該是對於我們台灣人來講 覺得不可思議的一種 一種飲食習慣 對不對 那我吃了 一開始可以先聞聞看這個 我來不及了 我一口氣就咬下去 你可以喝一口氣 真正的杏仁香 杏仁香 它是很強的香氣 你可以聞到一打開 就要有這個濃濃的 真正的,它放足夠的杏仁 的確是杏仁香 我咬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只有在乎一件事啦 大家都在,我不能講醜話啦 應該是說大家對於馬卡紅的一個傳統印象就是 它好甜喔,吃不了多少個 可是我剛剛咬了第一口之後 我覺得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杏仁粉的味道很濃郁 而且它讓我覺得有一種杏仁餅乾的感覺 而不是一個很甜膩的杏仁甜點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這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給大家看,我要一口咬下去 然後剛剛我們有教大家 馬卡紅有三個原則 酥,軟,棉 酥,軟,棉 第一層是酥,因為你看到我的門牙咬下去 就可以看到它這個外殼 酥碎,碎掉的感覺 酥軟,棉 然後你說這是杏桃 杏桃加百香果 他是把南法的杏桃加我們亞洲的百香果 因為他以前沒有吃過百香果 他到了台灣他非常愛吃百香果 他做了一個結合 好,我給大家看,大家看清楚 兩個殼是外殼 中間的百香果是黃色 有沒有 他這個外殼上面這個是附盆煤 顏色才會這麼深 然後你說下面這個呢 粉紅色的這個 這兩個都只是一點點色素 哦,對不起 你看,我看一點的色素 就是看得出來 你知道這個是殼 這其實不是內餡 內餡在中間 可是它這個殼的裡面 它的質地跟外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以為它有三層線 我這樣講對不對 酥,軟,棉 好,繼續哦 我塞進醉了 哦,好好吃哦 哦,對 他可能每天在家吃很多 你這個酥殼做得好好吃哦 來,來,來 所以我還要減少少水 很好吃 最後一段七分鐘 好,來,準備 3,2,1 我是王仁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天啊 法國人手做的麥克風好好吃哦 這是因為新鮮嗎 我都可以吃到這個 麥克風外面這層 最外層的這個酥殼的薄 然後裡面的這個 因為我剛才講 麥克風三明治嘛 對不對 還有它這個酥殼的濕潤感 然後還有中間這層夾線 因為我曾經有吃過中間這層夾線很厚 可是你們家 KRIS做的夾線沒有很厚 可是呢,秤出了這個麥克風的風味 難怪大家在網路上會這樣稱呼你們 稱呼為 你知道最好吃的麥克風 其中之一的一家店 等一下啦 沒有你可以吃不用緊張啦 你知道阿姨不會再跟你搶 因為今天現場甜點很多 我剛才聽到KRIS說 KRIS還有什麼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還有嗎 因為今天其實還有帶來別的 我給大家看 這個送禮大家一定都很開心 收到爽死了 你是什麼 這個我們叫Fresier 叫Fa Strawberry Cake 他們最經典的草莓蛋糕 但是他把它濃縮在這個可以被寄送 因為太多人 一開始他是做生日蛋糕幫大家做 那大家就一直要求要宅配 然後他就 變地震甜點了好可怕喔 所以他後來就把它收在這一盒裡面 那他有不同的層次 包括他所有都是手工做的 他發現我們因為太多人很喜歡吃便當 他感覺有一種親切感 因為大家很喜歡這個 便當 我們把它取了一個比較優雅的 叫做草莓皇后盒子 但是 叫草莓皇后盒子 草莓皇后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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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看到它的斷面 哈 你把草莓皇后盒子 你不用切開來就有斷面秀了哈 我跟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有上到YouTube影片去追 就可以看到有一層草莓 然後有一層鮮奶油對不對 他放的是鮮奶油嗎 兩層法國的鮮奶油 然後再一層蛋糕 然後再草莓 再鮮奶油 還有一層的這個大西地香草卡士達 就是用真正的香草夾做的 天啊 我好想 可是我很想知道 這個我吃是用湯匙吃嗎 挖挖挖 挖起來吃嗎 像便當一樣 對他們很喜歡用湯匙 他們覺得很方便 就直接吃了這樣 哇厲害 好接下來要給大家介紹放蛋糕 我那天呢 其實呢我在吃到這條放蛋糕的時候 老師傅已經吃到剩下三公分了 然後我才想到說 欸不是有朋友送我們家甜點 怎麼甜點都不見了 馬卡紅也不見了 放蛋糕怎麼也剩下你知道一點點 我就趕快把這個放蛋糕吃完了 我想要問一下Chris 放蛋糕好吃 理由在哪裡 Why is good this pumpkin Oh just the the reason how to make it good So first is the skill and the recipe 就是要他有非常精密的這個技巧 然後還有就是好非常好的食譜 Pancake is something really I don't know Global cake Simple cake But in fact have many kind of pancake 就是放蛋糕在法國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經典 然後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比例跟食譜 配方 配方 And after I will just also about the ingredients I use fresh lemon and I peel each lemon I extract each juice of each piece of lemon 每一條放蛋糕他會放一整顆的新鮮萊姆 一整顆的新鮮萊姆 就是進口的黃色 然後他所有的這個手工擠出他的原汁 然後在外皮放進這個裡面 讓他一打開有一種非常濃郁天然的這個玲瓏香氣 好我想問一下Chris Chris在這些甜點裡面 有他媽媽還是有他母系 你知道來自媽媽那個部分的一些家庭 homemade的記憶嗎 Do you have some memory from your mom's side of all these Yes That's all our grandma Mom Weekend coming They make some pie Cake Oh yes So there's a lot of memory and flavor from childhood Oh sorry 是非常重視那個家庭 我們這樣常會講話 重視家庭 因為他有時候講太多 他會忘記我要記憶 然後所以他們是每一個家人 他們基本上就一定會聚在一起 那他們法國人很喜歡 就是手工自己做 甜的鹹的 我記得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吃過最好吃 最好吃的蘋果派 是他八十幾歲奶奶親手做的 可是他剛才講都是媽媽媽 沒有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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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多的時間 家庭是媽媽媽媽 可能是專業的 可能是男性 就是所有這種家常的 就是比較是母親 但是就是比較專業的 因為這個甜點它其實廢體力 所以還是比較多是這種男性 但是其他一般在家裡面吃的就是媽媽奶奶 他們是一定都會做各種各樣的甜點 好 在他的甜點禮盒 我要給大家看他的甜點禮盒 因為呢他們會把他們的拿手的甜點 組成一個漂亮的禮盒 裡面呢有棒蛋糕 裡面呢有 來 這叫瑪德蓮 瑪德蓮 瑪德蓮跟 費南雪 你們家的瑪德蓮跟費南雪 考得比較深 對不對 比較深 然後呢它甚至還會放幾顆 馬卡紅在裡面 而且是獨立包裝 獨立包裝的馬卡紅 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禮盒 可是在這禮盒裡面有一個東西 我看得好開心喔 我相信你們家雷亞應該也會很開心 雷亞你喜歡吃這個嗎 你喜歡吃這個嗎 你喜歡吃這個嗎 你喜歡嗎 他點頭 你喜歡嗎 他點得好斯文喔 這個我不會給你帶回去 因為我自己也好喜歡吃這個 這個的正確名字叫 怎麼說這個 馬鈴糖 馬鈴糖 所以你們不是叫蛋白雙餅嗎 應該是說他的法文叫做 馬鈴糖 馬鈴糖 但是我們發現亞洲就是翻馬鈴糖 以他的音譯來翻 這個是怎麼做的 這其實是打花蛋白對不對 對 這其實是當我們那時候幫桃園市長課訂的 他們就是常常有法國的貴賓會請 Quiz來幫他們課訂馬卡龍啊 或者一些伴手領 那他給我們這個 就說你可不可以做出這個 法國三色的這個馬鈴糖 這個是法國國籍啊 對 所以我們就 就是也非常感謝就是那個 桃園市長他們團隊就是 就是給我們這個 好有巧合 那我們就把他就放進這一次的這個 禮盒裡面 我自己好喜歡吃馬鈴糖 因為馬鈴糖看起來 你知道因為馬鈴糖 通常他們做起來 以前傳統都是白的啦 嗯 可是吃到嘴裡 一碰到你的口水 他就崩解 融化 你知道我就好喜歡這種馬鈴糖的口感 謝謝 謝謝 Chris 也謝謝 Elsa 也謝謝 我在叫你的名字啦 也謝謝 Leia 對不對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他們 一家三口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的現場 聽眾朋友他們沒有店面 他們只有網路 網路訂購 網路訂購就是法國人手作 再唸一下他的法文 Gelg 我的名字 Gelg Gelg 來 我唸給大家聽 G-E-O-R-G 好 你們打了G-O-R-G 打了P之後就會跑出來 如果真的記不起來的話 就打法國人手作 謝謝Chris 謝謝Elsa 謝謝Ray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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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有唱歌呢 拜拜 拜拜